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二三四季度 都在十万亿以上 那么到了第四季度呢 又是一个月比一个月强 分别增长了0.8% 1.3% 2.8% 到了十二月份 达到了3.81万亿元 这是一个月度规模的历史新高 好于预期 全年实现了正增长 那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总的看呢 外部需求的持续低迷 仍然是制约我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同时呢 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 这些因素呢 也对我国的出口会造成影响 那么出口呢 还会面临不少的困难 但另一方面看呢 我们在政策的支撑 产业的优势和各方的努力之下 我国的出口的综合竞争优势 还是会继续巩固 我们对出口有信心 当前呢 水域的正常通行 受到了一些影响 给航路的通差 还有国际的贸易 企业的利益都增加了不稳定 不确定的这个因素 我们目前呢 也是在持续地保持这个关注 如果有重要的情况 我们愿意及时地分享 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首先 我们请王令俊先生做介绍 2023年 我国与东盟外贸进出口情况 您对后续走势有何看法 对后续走势有何看法 一整个人 有限